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昨天差不多十一二点才回到这边 然后敦敦的话,昨天晚上关在那边 一个晚上不敢让他跟保时捷玩 怕他俩打架 可是看起来好像敦敦要比保时捷大了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他们俩不打架 应该会相处的挺好的 但是这个狗窝的话就比较小了 两个狗的话就住不下 所以昨天晚上老谈说到时候 他过来帮我把这边再盖一下 就是说要两个狗都能住得下的 这是你的新家哦 这是你的新家,这是你哥哥 不能凶啊,保时捷性格比这个性格要调配 用手机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 表妹,表妹 帮我去看一下你表嫂啊 我现在在外面,好业务 麻烦了啊,麻烦了啊 我这个表哥也真是的,我表嫂 划着孕,都那么大孕份了,他还跑出去 表嫂一个人在家,确实 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会过去啊 等一下去看一下我表嫂 一个人在家,确实是也不放心 对不对 你在这里跟保时捷养一下感情啊 培养一下兄弟情 好吧,乖啊 我出去了,拜拜 拜拜 这个南瓜苗,可以掐苗吃了 发出来了 这个西瓜,一直说要移都忘记了 现在长活了 这两天安排一下把它移了 应该只能晚上移吧 白天太晒了,移的话就会死苗了 今天天气好好啊 我现在去我表嫂那里 但是我没有跟她说 我要偷偷去看一下她 看她有没有瞎搞什么 门都没有掛,应该在这儿 好像在哼歌 偷偷去看一下,不要给我 表嫂知道 不要 大家さん干嘛 那些,好开心套呀 几了 aque flavour 你怎么来了 干嘛呢 吃 我过来给我放放面吃 我自己吃 你吃啊 你吃放面啊 这么可怜啊 我就吃 这个很香的哦 确实你 你闻哪 香呢 我就吃一点点 想不想 看来我表哥还是很了解你的哦 大哥我爸继续叫我过来看你在家干什么 你们要做间谍 我就吃一点点 这个吃 挺香的 我还没泡好了 我先吃 快点 你可以吃的啊 你这样子 你没吃中午饭 直到过来了还给我泡泡面真的是 你过来干嘛嘛 尝一下这个泡面 你过来干嘛嘛 吃泡面啊 挺好吃的哦 还有吗 没有 我就泡了一半 嗯 这一半也泡给我吃了 这 你们吃午饭 哈哈哈 吃饭没有 我吃了 吃了 饿了吗 嗯 有点 有点 吃吃嘛 煮饭吃了 我才吃完没多久 才吃完没多久 但你要吃汤幕 你是知道我来了 给我煮的是吧 就有一点点 这个泡面确实挺香的 你到底过来干嘛呢 过来吃泡面 我跟你说 这个泡面这个料啊 一定要放足 不放足的话 不好吃的 真的 真的 这只能没有 你不放足的话 这个料真的不好吃 真的 是不是 一定要放足 这个泡面 你也太过分 我跟你说 蛤 我表哥刚刚召我过来 看你是干嘛 然后给他回个电话 他说你 没有 接他的视频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先看 打不打 你吃 你吃 我跟你说 下次你不要买这个香辣味的 小伯 你买那个泡椒味的 才好吃 你又能吃人吃满 那么多话讲 真的好吃 真的好香 真的好香 来 闻一下 我吃了啊 我跟你说 这个泡面呢 一定要泡的软意适中 如果你泡的太软了 它那个味道就不好吃了 知道吗 有了 嗯 特别香 真的特别香 你这哪里买的 小麦不买的 嗯 可以 这个晚上再买一次吧 我给我 应该还有吧 没有啦 真香是不是 真香不是 这是你表哥的快递 你没吃这么坏吗 我吃了 那一次你怎么还吃我的快递 我表哥去多久啊 真的 那你是在家放肥热物了吗 晚上吃什么 晚上没地方吃饭 跟你一起去外面吃 吃我家吃也可以 我跟你说 下次你这个料也放苦一点 不可以放这么少 放这么少一点都不行 知道吗 一定要放得够苦 嗯 你那招我干嘛 吃泡面 哈哈 哈哈 哈 还有油香 没有 没有了 真的怎么了 那你就空手过来 就给我再吃了 没有了 我想我带你去县里面玩的 可以 那你快点吃 吃完 那我们好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泡面太香了 我要把它吃完 先 嘴心烫哦 想不想闻一下 准备 确实挺香的哦 你今天是这样子 特别香 嗯 就是要用这样的碗去泡 我跟你说 对 如果你拿太大的碗去泡 那个水太多了的话就不好吃了 嗯 这样的话你放鞋子 你就这样子 穿脱鞋 嗯 你确定 嗯 嗯 嗯 那以为是傻的 穿脱鞋子 我说你这个 这个人啊 没事就来跟我抢东西吃 我都没有放调料 你你过来你就把我吃 哎你不用泡面炸 可以炸菜 我都吃法可以 非常好 你没有吃过泡面吗 没有吃过 你给我撒一口呗 哈哈哈哈 我这屌嫂 还好我过来了 不然肯定是把这碗泡面吃的 就知道他肯定 要在家闹药 然后就偷偷上来了 被我表示 知道他吃泡面啊 肯定会炒蛋 所以我把这一碗吃掉 其实我不喜欢吃泡面了 剩半包的那里 说不定他晚上就去了 把它吃完 一口都不给他留 好像不开心 等下来带他出去玩 等下来带他出去玩 等下来带他出去玩